歡迎光臨 這是我最新買的一個好物 這個很大 這非常大 真的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個 是因為我其實 妳要 不是 妳在練身體 本來很胖 對不對 然後自己把它自己 線條弄得越來越好 而且我其實也不會 因為這件事就不在健身 或者是停止進修我的教練課 要去這家嗎 今天不要了 今天不要了 人家看到我也會尷尬 可以開一下自己 開一家 然後開到對面 不要這樣 恭喜川柴 歡迎光臨天的女人 如果最大 2018年了 我們趕快大家來回顧一下 鬼想一下 我們上班有沒有比別人認真 當然有 一定要的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投資一些有的不的 有沒有回收 好像也有 譬如說你們很多人突然在 這一兩年直播 對不對 然後團購 一定有回收 可是莫名其妙 你就會有一筆大開銷 錢不見了 錢到哪氣了 怎麼會這樣 2018年 我是我的皮夾有破洞嗎 還是腦袋的洞呢 很奇怪 我們今天就開始從 用錯的地方開始 皮夾就是招財 就要請教兩位大師了 孫華老師 哈囉 大家好 華老師 哈囉 華老師 書到底出了沒 那一年比一年晚 一年比一年晚 一年比一年晚 因為我是藝術家我任性 我們今天來看18年我們的柴韻 是的 一樣有陰天的 有晴天的 是的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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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好 因為 因為本來新的一年就是大家在 面對的是一個金融改革的新時代 對 所以每個人的淨財方式 淨財模式一定會不一樣 你會發現有一些 譬如說你的生意如果不推成初心 你不做一些變革 你基本上就沒有財路可言 你會發現你的淨財管道 如果你走傳統模式 然後你沒有改變的話 它就會越來越萎縮 對 每個人都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今年 2018年的木星跟土星 都是在跟金融有關的位置 而且來了一顆天王星 這顆天王星就是 所以每個人都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種事情變化多端 最倒楣的地方 搞不好成為你最幸運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 我們就從開創固定變動 好 那我們先承受珍莉 珍莉就是牡羊 牡羊座 天秤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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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先看 先看你的錢包 先看我的錢包 也是要先看那個字吧 錢包 錢包 好 這個是我的 我的錢包 好不像珍莉姐 我以為會金色的那種 這算金 這算金吧 老師 這個是橘色吧 橘色算金色系嗎 算吧 但跟他跟我們想像的 他的包應該不一樣 對 因為沒有賺 對 沒賺 不是 因為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小禎他們送我的生日禮物 對 然後呢 真的有在用 真的有在用 然後所以都沒有 就是 好多卡喔 都沒有錢 好正齊喔 好可憐喔 什麼都是卡 錢在旁邊 錢 還滿正齊的 因為我錢習慣要頭對頭 所以我都有把它整理好 就是百元千元分開 滿大的這皮夾 這皮夾是真的還滿大的 然後當然中間就是會放招財的 譬如說像這個 發財金嗎 發財金 裡面有招財包 然後我自己比較特別就是 那個 這個是我兒子生下來的時候的 旗袋 旗袋隨身帶著 就又把它剪下來 就剪下一次 好髒喔 用紅包帶包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有風險 萬一皮夾不小心掉了 掉怎樣 旗袋只有一截喔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它是旗袋頭而已 對 就旗袋頭而已 那可以配下酒餐 不是那一條都留下 不是 大腸的感覺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 聽誰講 女兒的要給爸爸留 放在包包裡 兒子的給媽媽留 可以招財 因為我是幫我兒子的 做成印章 所以它會香在印章上面 就是印章上面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印章其實 還是會去刻一個所謂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旗袋乾掉 很像那個 就是大顆的鼻屎 對 所以我把它用 我用紅包袋把它裝好 就是裝在一個袋子裡面 所以就 這樣我覺得戴八年了 我兒子已經八歲了 所以就戴了八年 這樣放在這裡面 好有經驗價值 OK 這一張他要跟我們分享 這是他外出行動用的 招財東西 這是在家裡 對 在家裡的 這是發糕嗎 所以一道菜 是不是 我都以為是 我剛以為是 什麼年菜還是什麼 沒有 它就是啤丘 好像八龍 好想吃 它有八隻 然後呢 你知道每一隻就是放的 這是什麼 啤丘 它的那個角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都是浴作的嗎 有一種在跳舞的感覺 它不是石頭 它是石頭座 那這下面果凍是 下面是它的水晶 就是要放那個 就是金色的水晶 然後中間要放一顆 那個水晶球 對 那所以就是 那要好多盤 八方有 那麼一盤而已 就一盤 就一個 那是鏡子 那是鏡子 那因為它就是要 我自己認為 開門後 左前方45度角 然後這就是我家 開門後45度角的角落 等我再看佩甄主持的節目 是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邊 它剛好是一個盤子 所以我把我的唇子 黏在下面 我這樣講出來 對啊 大家去甄莉家就可以在那邊 每一次去做客就翻一下 你這個月又多少錢進來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存折口 搞不好已經沒有用了 應該沒有用了 大家都是在空中 在行動置物了 對 那你擺多久了 有沒有用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後來是 就是這個蛋白 可是餐廳就收了嗎 反而餐廳收了我開始賺錢 對啊 因為餐廳的時候我不用那麼累了 我就可以一直接通告 就不用一直說都在待餐廳裡面 我覺得還賺得比 那搞不好是小孩子的期待發生作用 可是小孩期待他大概八年了 八年了 好 再來天秤 天秤的乙柔 我來猜一下 哪一個比較像我的 皮夾三年多 然後後來就有人跟我說 皮夾用黑色的才會聚彩 對 對 我有一個迷思 然後我就換了一個黑色 然後我還聽說 我有看過報道就寫說 就是如果要越來越有錢 一定要用長夾 因為有錢人都是用長夾 整理錢 就是整理錢才要整齊 這個是算長夾 這算長夾 因為它其實卡夾也都在裡面 對 然後我裡頭就是可以會 其實我平常沒什麼時間花錢 是真的 因為我現在當了媽媽之後 沒有獨立的時間 可以出門去逛街 對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 是因為有時候我出門 那家就很好買 妳有滑鼠的話 對 就是我用手指就可以敗家 因為都是趁小孩在賠償手 可是因為他買東西賺不少錢 他代購幫他要買東西 對不對 而且他其實在滑的時候 都是在直播 他沒有空點 他都在播自己 我覺得這裡有時候是這樣 我覺得真正最幫我代財 應該就是小朋友 因為當初我會來經營團 是因為我那時候想要在家 因為我沒有請任何保姆 我想要在家照顧小孩 可是我沒有時間出門錄影 所以那時候我就才轉型 想說做一個副業 可以在家裡兼著做代購 或者是團購這樣子 也可以看得到小孩 對 然後就這三年 就算是做得還不錯 就變成是我現在 最有興趣的就是 幫大家開發好的東西 對 好好看 而且他很誇張 他只是在家洗個衣服 曬個衣服 然後大家就 妳那個曬衣架 是在哪裡買的 可以團購嗎 對 然後他連兩米杯都有人問 對 他也不過只是煮個飯而已 所以我說很奇怪 像很多房子 妳後面的廚房 後面的陽台打開 妳就可以看到對面是什麼東西 對 可是大家就很愛看它 真的 我曾經有一次很誇張 就是我真的是11點多 小朋友都睡著 想到我都是在陪小朋友 進去睡覺之前 我就會把衣服 丟到洗衣機裡面 把握時間 所以他們可能睡著了 我起來 我就剛好可以曬衣服 然後那時候11點多 結果沒事我就開直播 想說反正就 沒事跟他聊天 因為直播有時候 是在跟大家培養感情 結果那一次我光曬衣服 也是五千多人在看 大概五千人就曬個衣服 太曬個衣服而已 然後後來其實就是對啊 網購現在就算是成為 我滿重要的一個工作的重心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那個 擺的 好 這什麼 直立是 要直起來 這是 沒有 這是我最新買的一個好物 這個很大 這非常大 真的 它大概立起來會到我屁股這邊 它大概到我這邊 就大概這一台這麼大 沒有 它是矮一點 大概到這一點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個是 因為我其實 你要燒前夫嗎還是 我希望 中南部的中小企業 看到新聞說 我沒辦法入骨這件事 他們就要讓我入骨 對不對 我覺得不管後面怎麼樣 至少這是一個溫暖 就是這時候有人送暖這樣子 他感受到那個 只有一個人沒有溫暖 其他的全部都是溫暖 大概到我這邊 就是還這一台這麼大 沒有到這 它是矮一點 大概到這 到這 這樣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個是 因為我其實 你要燒前夫嗎還是 我希望 不是 燒前夫是什麼東西 的東西 的東西 那這一集應該好多都要 沒有 因為我吸 這一集來賓 還好多都要 心太寒了 心太寒了 心寒想取暖 沒有 因為我這一年 家裡有小孩不會溫嫌 其實這有經過評估的 因為我這不是家 主要不是家用 因為我這一年很瘋 露營活動 我都會去山上露營 然後上一次的露營 可能一下車 我兒子整個被冷到 他到晚上睡覺之前 都一直跟我說 媽媽 我們下次可不可以 不要再來這裡了嗎 因為好冷 然後我就想說 出去露營 希望是他們是玩得很開心 可是真的天氣非常非常冷 因為都是到海拔比較高的地方 為了小孩買一個行動暖爐 它是加煤油的 我知道 就危險 不會 現在的安全機制 真的很好 日本吃的 小孩自己扛的嗎 我扛 什麼都我扛 對 然後 可是我覺得還滿值得 因為我前兩天剛回來 然後前兩天的溫度 大概也是差不多12 在山上大概12 10度之類的 然後那整天開了 就覺得好值得 那小孩手會去摸嗎 它其實 其實看過一兩次 他就知道了 對 被燙傷兩次 他就曉得以後不要摸了 他被摸到燙到 他就知道了 所以應該還不知道 會教育他們 你買這個買到賺錢 不是 應該是說 人家是 你就擺正擺成這樣 你就擺這個 對 買這個就可以賺錢 應該是通常 如果覺得好用 然後我就會去聯繫廠商談 然後談一個優惠價格分享 那團購就會成為我的工作 大概是這樣 這樣最強帶夠媽媽 真的 很夠媽媽 我覺得是跟她的親和力很有關係 觀眾緣親和力 對 她的親和力很有 而且因為我覺得還滿特別 是我們藝人 像我今天早上也有直播在化妝 可是他們真的非常不習慣看我化妝 他們就很喜歡看我就穿睡衣 然後就在家裡洗碗 煮飯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好奇妙 現在工作型態 其實反而是最真實的那個自己 他們可能會是最喜歡的樣子 妳現在那麼厲害 那妳可以再有一個工作 就是很多人的那個 想要把自己的前夫送出去 送不走 送不走 透過他 透過他團購代購走 你現在又一個身分了 對 對啊 團購代購 要不然就是拿這台來燒 好 先不講感情啦 我們就講那個啦 財運 財運 好不好 有沒有呢 天平的母羊 母羊跟天平 有 要有上榜 對 來喔 那我們就先來講 乙柔的天平好了 先講乙柔的天平 因為他就是第一名 因為他就是第一名 這婚禮得多好 你看 沐欣走到了正財運 想走嗎 他第一名都公布了我們 他這裡幹嘛 天啊 感覺可以先叫車走了 你們就不是第一名而已 他有另外的第一名 你看另外的第一名 反正今天總共有六名可以看 是 其實當然不是每一個人的效應 都像乙柔這麼的明顯 對於有些人來說 他會發揮在 比如說你夠不夠 努力願不願意改變 因為我覺得天平 其實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對 對 一定要 一定要出一個大事 他才會醒是不是 在乙柔身上是這樣 或者是 像什麼 我們不要聊感情 沒錯 我其實覺得天平座的財運 就來自於你離開舒適圈 你離開了你的舒適圈 可是要一個天平 那就把暖爐移走 要一個天平離開舒適圈 是很困難的事 譬如說一定要被背叛 覺得很測心 或者在這邊已經覺得 怎麼都是我在做 你怎麼都沒有做 才意識到 我不能再跟你合夥了 我要獨立 所以其實很多天平的財運 也來自於你已經獨立了 這樣很好 對 所以要對自己有信心 因為天平太在乎另一半了 或太在乎他的partner 他會讓或者他會商量 可是這個商量 已經成為你的牽絆 那新的一年 你的財運絕對來自於 你夠獨立 商量也是因為天平座 你夠猶豫不決嗎 對啊 是的 市民座有選擇興奮男子 對啊 講別人 現在還有牡羊了 牡羊不知道 該不會是另外第一名吧 牡羊也有上榜 好 牡羊上的是 好的耶 完蛋了 完蛋了 哪有 哪有一開始好的都被拿走了 對 也不是 但我覺得牡羊作為跟天平相對的一個星座 牡羊的問題在於就是 你要注意 就是你不要太衝 你們是有財運 而且這個財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跟投資有關係 因為牡羊一直以來都賺辛苦錢 對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不耐煩賺辛苦錢 所以他在餐廳收起來 他不想再賺勞力錢 真的 但是 我們就從珍莉的身上可以看到 所謂的收起來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們是在除舊 不新 所以他在換一個新的模式和轉換 所以我覺得牡羊 現在 雖然作為常識其他 但是你有人品爆發的機會 所以牡羊一定要記得不要衝動 然後要慎選 然後要建立你的信用 信用很重要 珍莉看起來很好騙 對 我真的 很好談 好 珍莉的皮夾是 是橘色的 是橘色的 宇柔的是黑色的 松華老師你認為呢 好 幸運色 他們的幸運色 先公布一下他們的幸運色 幸運色好不好 耶 拍上星座 第一個 巨蟹 天秤摩蟹 我會建議你們 極簡色性 都有 是極簡 來 黑 咖啡 卡其以外 極簡還可以是紅 還可以是黃 正 正黃 正紅色 正藍 可以 所以我也可以用紅色就對了 可以 我覺得剛好跟我所想的一樣 我覺得看一個包包 就可以聯想到跟這個人合不合 像剛才新妹姐第一開場的時候 看包包 從包包裡面就想應該會是誰的個性 我就覺得說 從這兩個的性格 我們就來去挑包包 我覺得有一個 像這個我認為是兩個人都可以用的 好好看 對 你看第一個就是它的空間夠大 所以珍莉會喜歡空間夠大 不管你放你什麼旗袋 或者是腰帶 對不對 大腸什麼的應該都放得好 都很適合 然後再加上它會有一個像一個 紅包袋的感覺 對 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腳 對 然後又像一個箱子的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在照你們那些又擺一些什麼 那些鎮 我是不懂 但是對你來講的話 就是整個人看起來好像很有 會很多彩會進來的 而且它可以背對不對 對 最重要的對我要講 就是它這裡面竟然還可以背 所以這個也很適合雨柔 對 我就常常帶個小孩 是 你要帶個小孩 你看它既然是一個皮夾 但是你又可以背 對 來 我們先從黑色衣服來看一下 你可以背 這個很適合你 然後再來你看 紅色是牡羊的幸運色 你不覺得雨柔背起來就是又可愛嗎 比較適合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就很適合整理 就會覺得你看有蛇皮 反正就是看 高貴 對 高貴 帶一點點浮誇的氣息就很適合 浮誇 就是 而且你看這裡面還有金色的 香邊 所以這裡面卡一樣 一樣很多就很適合這個 來看 謝謝 對不對 我們找包就是要找自己的個性 接下來 來 小鹹是雙魚 對 小鹹該不會是 我剛剛看的那個黑色的吧 黑黃 我覺得它是粉紅色 因為我不喜歡暗色 來 妳來看妳的錢包 好 妳不喜歡 那就這個 對啊 其實我其實是這個耶 紫色 紫色 對啊 這個包好幾年而已 妳好不像它 老師 對啊 好不像它 那麼年輕 拿那麼老的包 今天要是給珍莉 很像長輩拿的 都給我 長輩包 長輩 長輩送的 因為它是那時候 那一年的新色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顏色 還滿特別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喜歡 粉紅粉紫這種類型的 對 然後就是 它的容量其實也很大 對 然後我本身通常都 最多的都是發票 那個不是回到家 就要拿出來 你會對嗎 我會等到它炸開 關不起來 不是嗎 難自己增加一點變形 對 它速度是這樣拉不起來 最近有輕過 所以可以這樣子拉起來 然後這邊可以放 小的這個我就放外幣 對 就是比方說 用剩下的外幣 就把它放進去 好 這是它的包 我們來看看 幹嘛放這個 我有看這個新聞 我有看 我有看到 這個新聞 這新聞出來 我自己也嚇了一大跳 是真的嗎 這新聞是真的嗎 因為其實10天 你說400 我覺得有接過代言都知道 你不可能10天就簽訂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 確實是會讓我有滿多工作機會 就很多廠商都很貼心的說 希望可以讓小嫻適用一些 生活用品或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暖性 比方說像 補炭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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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炭很美麗 同軍神 同軍神 菜刀 菜刀我 真的嗎 所以有暖子嗎 對啊 五月天 沒有 沒有 補炭 美工刀 沒有 補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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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種生活用品 或是面膜 保養品 或精油 這種比較療癒型的商品這樣子 我是覺得說 很感謝大家 而且其實我覺得台灣 有些企業超可愛 就是他們比方說 有些中南部的中小企業 看到新聞說 我沒辦法入股這件事 他們就要讓我入股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不管後面怎麼樣 至少這是一個溫暖 就是這時候有人送暖這樣子 全民給你力量這樣 數字我覺得其實已經 就是不重要了 然後400萬真的沒那麼容易 它的價值已經不是那個數字了 它感受到 那個 只有一個人沒有溫暖 其他的全部都是溫暖 因為那個多棒 全民都在關注 對 那是因為 你把你自己保持得很好 而且你自己越來越好 並不是為了誰 當初你去健身房 你在練身體 本來很胖 對不對 然後自己把它自己 線條弄得越來越好 越來越漂亮 而且我其實也不會 因為這件事就不再健身 或者是 停止進修我的教練課 我還是會繼續 繼續去這一家嗎 也盡量不要了 盡量不要 人家看到我也會尷尬 可以開一下自己的 開一下然後開到對面 不要這樣 沒有 Mini老師有跟我講說 我們家的那個 財庫的位置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把鋪滿了 放在那個櫃子下面 好恐怖的 對 旁邊還有一個蛙蛙 一定是我的財運 就是有一點點卡得很死 對 但我吃不飽也餓不行 所以我覺得 原來是那隻豬 有在發揮它的作用 沒有那隻豬 沒有照到光 它沒有發揮 它沒有發揮 繼續往前走 對 不要為了這個 對 影響它 對 好的 來 謝謝妳跟我們分享 謝謝 李嘉瑜 嘉瑜是雙子代表 對 我的錢包 叹氣 因為我覺得我 妳不是那一個我就放心 哪一個 為什麼 這錢包是我第一次自己買的錢包 因為之前都是別人送的 這麼好 對 然後這錢包用了三年了 然後因為這個 我其實很喜歡這種裸色系的顏色 然後我之前那個錢包是水藍色 然後其實是短夾 然後那個是 就是我的前經紀公司老闆送的 然後我後來上網看 就是一些什麼風水老師說 老師說水藍色會破財 然後前女生就像剛剛說要用長夾 才可以招財 所以我就趕快去換了這一個 對 然後我的這個包包裡面 我沒有像什麼紅包這些東西 但是我有放外幣 但是我放外幣是跟人家說 就是包包裡面 顏色 顏色嗎 外幣是為了顏色嗎 不是 是為了招財 因為他們說好像就是 所以妳要賺哪一國的錢 妳就放哪一國的錢在裡面 是這樣子 我有看到妳有那個 我是納幣 對 然後我跟小嫻是一樣 就是我是 發票控 一段時間清理一次 大概一兩個月 對 然後所以裡面有時候很亂 然後因為今天要上節目 所以清理了 妳看什麼 她兩個騙動星座都以亂著稱 這樣不行 不是 我們其實是這個樣 她自己有序 她自己知道在哪裡 而且因為我好像2015 16 17 15 16財運都不錯 可是17年我不知道怎麼了 我發生什麼事了 好像一直有東西就拉住我 就有好運來 可是她就馬上要把它斬斷 然後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我換了這錢包之後 我覺得好像15 16都還不錯 所以我現在就不知道 是錢包關係還是我被怎麼了 對 我們來看看 她有沒有上榜 有 她們兩個都有 所以其實各位也不要擔心 好的也不是只有一個 對不對 很多人會排二三名 或者是有的格子塞兩個 對不對 好 那我要講雙魚 我覺得雙魚是非常戲劇性的 你們開始變 你們開始變好了 其實雙魚 在去年的十月之前非常爛 非常爛 有些雙魚比如說像 小嫻給我的感覺就是 為了老公怎麼樣 然後都沒有再為自己留什麼底 或者是有的人就遇到說 合夥人倒閉 或合夥人有狀況連累到自己 所以雙魚座是在財務方面 有苦說不出 因為那顆天王心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改變就是 雙魚座要不要自己站出來 就是只要釜底 你就會彈身 差不多今年就是 谷底彈身的時候 而且你的賺錢跟外有關係 比如說國外 比如說對小嫻來說就是外景 就是不要關在裡面 要多出去 而且你的面向要更多元化 甚至可以跨界 所以所有的雙魚座 你不要以為 你只有在某一個圈子裡可以賺錢 你可以去開發各式各樣 好 不錯 然後上一座就有上這個好的榜 不要講了 老師 老師 雙魚座 我們不要拚了 好了 其實呢 雙魚座 不要 我要講的是我這裡的不好 不是沒有財 我講的不好是 你競材的方式很辛苦的意思 也是有 還好在第二 好險在第二 第二也沒有很好 來 其實小玉兒 你剛剛說的那個狀況很對 就是說去年到現在 是 那今年你們還有一個問題在於 譬如說要嘛就是很辛苦 譬如說就是指定要你 你要給我好好做 而且很容易遇到奧客 譬如說你談的事情 然後那個來的人就落一巴 說要求一大堆 然後甚至搞不好有一些雙子 你沒做好賺不到也就算了 你可能還要賠錢 對 現在就是這樣 對 我其實一直覺得這個運 在幫助雙子 只是說需要一點時間 它幫助什麼呢 讓你雙子改變個性 因為雙子真的是太迷糊了 太無所謂了 或者是 有時候你有自己的性格 有些雙子並不是小玉兒這種 溫良公儉讓 有的雙子做的是可能太囂張 或者是 比較高傲 那這個運就會幫助這些雙子 通通把這些 比如說那個溫良公儉讓的 也要開始硬起來了 那個囂張的就要開始軟化一點 因為會得到教訓 那 顏色方面 我其實覺得 他們兩位挑的色系是對的 多彩色系 紫蘿蘭 玫瑰粉 閃耀桃 真的耶 對 超亮的 真的 沒有啦 如果想換皮夾的人可以考慮 不想換的人沒有關係 你的皮夾裡面帶一點這樣顏色的東西就好 顏色的感覺 你不用換了 很有啊 雖然說那個 嘉芋的顏色已經有了 但是在2018有很多新款的 也就是所謂的這些 玫瑰粉 紫蘿蘭還有想要桃顏色等 閃耀桃 顏色我們來看一下 不是想要 想要桃 想要桃 對 想要桃的顏色 對 想要桃的顏色 對 我剛剛就是想要桃 好 這有一個紫色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它也是小巧的型 然後兩個壯色 對 對 它有壯色 你看它配色很漂亮 這種就感覺很低調很優雅 就是嘉芋會喜歡的 但它也不是那種薄的 快炸出來的東西 因為你就看起來不像是媽媽一樣 但這個我就要常常清雷 對啊 因為它沒有辦法塞那個發片 好 這還有 好 那妳既然要常常清 還要胖一點的 對 我就給妳胖一點的 我先找一下 上面這個 對 這個很可愛 不過這粉色就比較不適合嘉芋 這個因為那個 對 嘉芋就是比較中性色很適合妳 這就是小嫌 你看 很浪漫 你知道嗎 感覺這顏色很浪漫 因為比紫色是有一點 對 其實這種有一點點偏紫 就是粉 紫 粉 紫 你給小嫌拿拿看 對 好 然後這裡面你看它 還有一個桃紅 希望妳有新桃花 對不對 顏色好特別 真的 你看有新桃花 這裡面配色很漂亮 這個花好可愛 對 一般女生來講都會很喜歡 然後這裡面空間夠大 你看三層對不對 真的 但它現在這個其實設計有點像 對 妳要塞什麼 妳要塞整本發票應該也可以 你想放純摺也是 純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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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純摺放得下 對 這個應該是小嫌 你看剛好跟妳今天的衣服顏色 對 好漂亮 而且這個品牌 再加上跟它的這個樣式 還會有一點點帶有一點名媛風 貴婦風 對 比那個紫色適合妳 適合 真的 比較年輕 對 對 這個不適合妳 然後 把它換掉 好 這就是以上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幫大家推薦 獲得了 獅子獲的代表 對 因為我 妳怎麼會 這個是買香菸還是什麼送的是不是 不是 這是一個 這個是包包 因為我喜歡的包包 我喜歡用的皮夾的款式 是裡面不要太多層 因為我有 不會很亂 不會 妳這樣找卡片不是很難找 還滿整齊的 不會 然後 然後 我也是喜歡投對投 對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一點 另外因為我有時候 常常會很急 所以我覺得 沒有隔層的包包 對我來講 很適合我的隔線 我可以全部都把它塞進去 它是屬於 它是屬於那種摸彩性格的 就是拿了一個包裡面 不管 它只要熟快速 那這樣很適合背腰包 對啊 超適合的 是滿適合的 這是什麼 不過背腰包也要看細節 這是護唇膏 因為我嘴巴很乾 所以我隨時都想要 拿護唇膏來補一下 所以我覺得錢包這樣 一拿起來可以補很方便 然後這就是 那妳就拿一個化妝包 比較好了嗎 不要 因為化妝包 還要再拿一個 還要錢包 妳就這樣出門 我就這樣出門 妳就這樣出門 我都這樣出門 妳拿一個塑膠袋不就好了 對 假練的 假練的一目瞭然 不行 假練的 OK 所以我想要用這種包包 這個是妳家 對 那是我家 然後我為什麼會放了一個鋪滿 在我的床的旁邊 是之前有 Mini老師有跟我講說 我們家的那個 財庫的位置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把鋪滿 放在那個 就是 那個角落 這是妳的床 鋪滿在哪 在這裡面 對 沒有在櫃子上面 櫃子下面 櫃子下面 好恐怖的 對 旁邊還有一個娃娃 沒有 但是我覺得那隻小豬 也有幫我 太暗了 太暗了 那我要打燈嗎 要幫他打個燈 那我今天回去就把它放在上層 補個光 不過話說回來就是 2017年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從2015 2016 2017 其實我的財運就是有點點 卡得很死 對 但是我吃不飽也餓不死 但是我今年像2017 我的直播就比 像2016多很多 然後可能會有多了 30%的廠商來找 所以我有時候我的收入有一半 都來自於直播 對 雖然那直播有時候 費用一進來之後 我的貨頭好像就有錢 不過我會常常就是 因為一件事情 我要把錢花出去 所以我就常常在這個打平之間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這樣過 一年一年一年的過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可能是那一隻豬 有在發揮它的作用 沒有 那隻豬豬 沒有照到光 沒有發揮 沒有幫助到你 對 他知道我需要錢的時候 就可以存滿 而且都沒有保 對啊 你是存什麼 50塊嗎 1塊 1塊50吧 50 50 我們現在都放50 50塊才是金幣 而且50塊存滿很多萬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狗是獅子座是不是 對 有上榜 不妙 不妙 好帥 去年也是在那裡 那就是了 每年都一樣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所有獅子座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你一定要有轉行的決心 這是一個 慢慢的 往轉行方向前進 因為這樣才有生路 世家退出女人我最大媽 沒有 不一定 譬如說 就好了 譬如說她的直播 你可能要想更多 就是我直播的梗在哪裡 然後她把它當成事業來經營 她不是副業了 第二個 所有的獅子座 你的靜材 一定跟你的能量磁場有關係 你的家 或者是你的狀況 一定有什麼為的拍咪亞 這個拍咪亞一定要去除掉 譬如說你看 那隻豬 那隻豬 她被放在角落 她沒有被好好的弄起來 而且又沒有餵飽 她是豬 要餵飽 而且小狗的問題 隨便聽都聽得出來 她用一塊錢 她不是用50塊錢 現在你就是都賺很小的錢 等於是 你要賺很多次 都還賺不如人家一個大顆 你怎麼知道 對 50個是人家的一個 所以很多獅子座 你要50個 你知道獅子座 以前一直用埋頭苦幹 然後用鎖在自己的世界裡 去經營她的財運 然後你現在發現此路不通 所以出去跟人家聊一聊 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也許你也可能 被某個不對的人牽絆 或者是你在做一個不對的付出 你可能自己靈魂也知道 那個是不對的 但是你一直在壓抑自己 你一直在承擔那個負能量 那個負能量 就會影響你的財運 所以該分手的要分手 該再見的要再見 然後該換的要換 不管是太陽獅子 或上身獅子 你想要財運好 第一件是把你的家 打掃乾淨就對了 把東西至少一半丟掉 這樣看起來有一點點亂 至少一半丟掉 不好意思講太明顯 你的財運就通了 雙子座也可以 我家現在滿亂的 雙子座是改個性 而且剛剛老師有講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 直播要改變 可能你經營的不一樣 像你就想 那個天秤那個 柯一柔他最厲害的地方 幾乎都賣 他什麼地方還沒有賣到的 還沒有想到你就去賣 比如說塔位 或者什麼這些 對 就是他沒有想到 你就趕快去抓 這就是一個新出爐 這樣可以嗎 那我要說一下 推陳出新 孫華老師 孫華老師的水平也有 不要吧 我發現妳現在的穿著跟妳的妝 就很沒有活力 對 顏色的部分 又沒有露 所以它沒有辦法有活力 就是妳好像也沒有照光那種感覺 沒有照光 就跟妳的豬一樣 就是 暗淡 對 就感覺像這樣 明白了 老師 我下次會華麗登場 是 對 就是他沒有想到 妳就趕快去抓 這就是一個新出爐 這樣可以嗎 那我要說一下 推陳出新 孫華老師 孫華老師的水平也有 不要吧 今天說 今天說節目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怎麼會 為什麼 等一下 有原因 其實我覺得水平座也正在 運勢的交叉點 譬如說原來 我剛剛講的不應該講的話 老師一看 它會嗎 真的 譬如說水平座 它原來的工作一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它已經也有點厭倦了 對 然後而且很多水平正在開始 一個新的事情 是 可是重點在於 這樣聽起來不錯 水平座的財運還不錯 對 沒有錯 但是水平座自己的心態有問題 完全正確 很容易倦情 很容易被送 對 就是 而且 我根本人聽到比那個請鼻涕 有多不高興 沒有 所以你知道水平現在 處於一種很敏感的狀態 譬如說這個人只要講錯一句話 他就 不想理他了 然後你等於是把廠商聚於門外 或者是把工作聚於門外 想要財運好 我媽也水平 是 我雖然很不倡導迷信 但是去廟裡走走有用 真的嗎 去廟裡走走 然後什麼發財金去求一下 真的 這個有幫助喔 好 因為你們的某一些情緒就可以被平復 比如說有敗就覺得有保備 自己的潛意識接受了這個訊號 因為你們現在有點倒霉的運 好 所以這也會讓你們柔軟一點 然後誠心一點 覺得願意接受改變的能量 那等一下我會再公布也有好的 有其他星座好的 好的不是只有這三個 但是我先讓孫華老師講顏色好不好 好 OK 我們固定星座的 有金牛獅子之間 是 我們來一點特殊的花紋跟材質 鏡上添花 會不錯 好 那我就好好講 你們要聽不聽沒關係 是 太生氣了 耍脾氣 幹嘛耍脾氣 在講的就是 有關於剛才講的 我們的易材質刺繡的部分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因為我一直覺得小Call就是 也很活潑 就是個性這部分 但是他有一個很勤勉 就像那個小螞蟻一樣 很努力很勤勉的在做事 有時候可能一路衝就在走 我覺得從你的性格就看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 而且你臉又長得那麼可愛的娃娃臉 所以有些太過成熟的 反而不適合你 這個帶有一點點色彩的部分 一點點刺繡的部分 也是在這一季所謂的易材質 比較重要的 這裡面也幫你分好 你真的要 其實你也不要那麼麻煩 像有一些這裡的 這一些的什麼卡的這些 你可以不用 你一樣可以再塞在你這裡 你想要方便的地方 再來你剛剛講說 會希望會有一個可以勾的 這部分金色的部分 其實還滿適合你 這個部分也是有一些分類 而且這個夠大 就是你一開一目瞭然 然後對你在拿取東西的時候 是更方便的 再加上它還是有一個 一個 它還是有一個這個 可以掛口的部分 勾住的部分 而且 這個年輕多了 我那個 這個比較年輕 對 三支護唇這樣 然後這有一些 我是針對你的個性 可愛的部分去做 因為你真的是 那可愛的成分很大 大家喜歡的 也就是喜歡你這種個性 像這種 包括這個設計 你看裡面的 好可愛 對 它有一個條紋 它有一個條紋的部分 其實是很活潑的 對 我發現你現在的穿著 跟你的妝就很沒有活力 對 顏色的部分 沒有露 所以它沒有辦法有活力 就是你好像也沒有照光那種感覺 沒有照光 就跟你的豬一樣 就是 暗淡 對 就感覺像在自己 我明白了 老師 我下次會華麗登場 是 華麗登場 我很期待 好的 好 最後老師要追加的是 對 我要追加 有幾個星座的財運 是來自於比較特別的管道和地方 譬如說這兩個星座 特別管道 是的 有條件 有條件 我們條件還不錯 然後有特別管道 那不是 你想到哪裡去 這是不應該 來 這個就沒有名了 來 我們就巨蟹跟摩羯 來 你的財運要打開 你一定要創造 你一定要創造 譬如說你的才華 才藝如果夠的話 你的能見度就會變高 能夠創造話題 或者是很適合 譬如說你的工作是有在廣告的 你有下廣告預算就會有差別 你是賺眾人之財 所以巨蟹跟摩羯要願意站出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兩個星座 有時候避暑起來很避暑 撐起來很撐 可是新的一年無論如何就是站出來 還有你的樣子 也會對你的財運有影響 所以改變你的造型 然後不化妝的請化妝 然後不參加Party的請參加Party 通通都會有助於你財運的爆發 所以多多少少你要先花點成本 打理自己 或者是類似我剛剛講下廣告 OK 好 還有另外兩個星座 這邊 沒有不好的我決定做這三個就好了 真的嗎 老師 那如果上升剛好 有在好的那邊可以嗎 可以的 上升還是 有幫助 上升也是準的 上升可以 我上升在這邊 你很慘 我上升 月亮可以嗎 月亮 月亮沒有 太陽跟上升而已 好 另外我覺得還有兩個 一個是天仙 一個是射手 我都在這邊 我有救了 先講射手好了 我覺得射手是有賺辛苦錢的機會 但是就是辛苦錢 但沒關係 一步一步來 而且目前可能還看不到成果 大概就是兩三年的耕耘是需要的 至少一兩年 至少一兩年 我們就努力打造一個未來精彩的管道 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累積口碑 因為我覺得射手有時候有點沒耐性 射手搞不好有更好的機會來了 又想轉苗頭 但是我覺得新的兩年之內 如果你純心想在這裡賺到錢 你就一定要花兩年的時間 對 培養一個形象也好 人家對你的信任度 或者是辨識度都很重要 然後天蠍的話 其實本來的淨財能力就還不錯 然後新的一年有機會 跨領域 跨界或者是 只要你自己不拒絕 只要你自己 願意耍一些花樣 你的財運就會隨著你自己的 開放程度越來越多 我現在只怕天蠍座自己想不開 比如說我還想 耍太多花樣 沒有 天蠍座想不開 我只想做這個 或我原來的工作已經很好了 賺很多錢了 我不需要改變 這種你就會限制住自己的財運 天蠍座其實財運是不錯 是 怎麼感覺你好像就 我就是想要做 我們兩個都天蠍 互相很了解 所以想說 我們就是不想變 覺得錢夠多了 沒有 這是什麼 好認識 不要染 不行 要改變 一巴你要改變 碰到那些事情沒有什麼 你看我就很感動 就說這兩位還願意站出來 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知道嗎 他們頂著多大的風浪來的 對 路上突破重重的難關 是不是 所以你們雖然是那個 陰天的寫三明 你想想看 人家都比你們漂亮 而且都比你們好 還不是碰到這些衰人 也沒有被擊敗 反正他們的運氣更好 所以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好不好 永遠有正面的能量 對 一定要謝謝老師跟我們分享 你的故事 跟我們分享你們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